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五个星期的香港奇案 各位老友记 今天这一宗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案子 很值得大家去杀施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可以知道 譬如有些宗教宣传一件事就是读人向善 犯了罪行、犯了过错 只要诚心悔改 你应该得到一些宽恕 但是当然我们有时就会想 这个事件不及刺到肉 就不知痛 我们可能在一个局外人来说 看到人犯了一些罪行 犯了一些很邪恶的事情 大家都会问 他诚心悔过 他做回一个好人 是否应该要宽算他 让他重拾新生 可以重新走回一个正确的道路 但是大家都可能会说 当然了 人谁无过 错而论改 莫善大言 我们要一定则死了 那肯定要让他死亡 真的假那 PAUL 一位对我男人做了一些模范 一些伤害 甚至将你HAI內的最珍贵 最宝贵的东西奪去 或者是你家里的全家之宝、身家性命 甚至家里的一些自亲的人 甚至是你家里的一个毒仔 原本你可以看到你家里的一个毒仔 含身如虎、老年得子、公书、教学 陪他健康成长 还记得第一天回去幼稚园 然后见到他小学 然后考一个平和试 由小学毕业、读大学 毕业之后就认了女朋友 找了一份好的工作 拿钱回来给爸爸妈妈 你每个生日就给你一些惊喜 买生日礼物给你 各事各节 一家人齐齐整整平平安安 团年饭、生日饭、8月15日 聚在一起的时候 多么温馨 有时妈妈做得辛苦 儿子会给他捏肩膊 摔骨、买些小礼物 或者买些甜品、糖水 哄妈妈开心 突然间 家里的一个毒仔 被人残酷地杀害了 甚至没有 将他的尸体 用些很不人道 和将他的遗体 破坏得面目全非的情况 面对一个这样的凶手 奪去你家人的一个 至亲的一个性命 反过来说 你又会不会 原谅这个 破坏你家庭完整 杀了你家人的凶手 这个罪行呢 你会不会遥算他 是不是一句话 我找到了数 总之我现在重新上路了 大家被一条山路走走 是否这么容易宽算呢 这个问题 我都不敢想 亦都不想想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只希望 我每天的祈祷 就是跟我上面的老板说 不要让我陷于誘惑 亦都要让我免于凶恶 千万不要给这些考验 亦都不要希望 这些危难 这些灾难 这些不好的事情 发生在我家里 甚至在我身上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 这宗案件 就是发生在1999年12月份 一个在香港里面的 一个在元朗 一个大祈岭村里面的 一间非常残陋的一个凶案 而当中这宗案件 死者正正是一家人里面的一个独子 而残杀他的独子的一群兇手 而不是这群少不根事 拾松一些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为了钱财 然后犯了一些离天的罪行 令到一个有违的青年 枉死了 后来的罪犯亦都成之于法 警方将他们辑获归案 但是当中了解的犯案的过程 都很令人无骨耸燃 以及非常之激气和鸿震 直到审判的过程开始的时候 亦都揭发了审判里面 可能会出现一些很恐怖 以及很令人理解的判决 究竟刑罚是否太轻 究竟生命就这样死去 涉案的分子 这么轻的刑责 这么快又可以重获自由 重回社会上面 找到新生 但是可怜的这个 受害者的这个年轻人 从此阴阳相隔和他的家人 还死得非常残酷 死得冤枉 死得很惨痛 今天我这个香港奇案 希望可以trigger大家 去想一想 究竟何谓救赎 何谓宽恕 何谓是应该 给了一条山路 一些犯忍了离天罪行的人 去重获这个新生 可能在宗教的角度去看 任何的人犯忍了错误 只要他悉心地 去承认自己的错觉 错误 顿悟 悔改 做回一个好人 但是是否需要做一些救赎呢 是否要做一些redemption呢 是否为他曾经犯下的错误 不只是在一个奴辱里面受一些刑罚 监控 而是真真正正正 在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事情 而弥补他 这一位被奪去生命的死者 可能在这个世界上 更加多一些建树 可能他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家 可能他是一个适当的 一个演艺的表演者 甚至没有 不需要很惊人的成就 他可能是一个别人的将来的丈夫 一个的爸爸 生儿育女 制造英才 为了社会有所贡献 又交税又成成 将一个人的美好的一身摧毁了 我暂时都还没有答案 但是我想和大家先讲讲 这一宗案件的一个来龙去密 在1999年 香港回归之后两年 没多久 在1999年的时期 就快进入千禧年了 因为当时就是1999年的12月 我还很记得当时的 每一个公司里面 都很担心一个叫Y2K的一个情况 去到12月 每间公司里面的IT 疲于不明 忙到不亦落乎 就帮每一家同事的电脑里面 就要更新 担心Y2K病毒 会死机 各方面的东西 大家在那时候 看得很重要 在当时的元旦日 过了圣诞节 大家迎来千禧年 但千禧年里面 究竟电脑系统会不会崩溃 会不会有病毒 会不会有手机 会不会有手机 很多办公室 这些不同的员工 都很担心一件事件 好了 在当时 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 可能你会想想 去年我今年的圣诞节 跟我的女伴去哪里玩呢 今年我去哪里 就是倒数呢 去哪里 去哪里 去哪里开派对呢 但是去到12月的时分 很多的时期 大家都要记住 很多的家人 就聚在一起去聚餐 吃餐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冬至 通常都会在 年近10月的下旬 很近圣诞节 几个时间 就会来临 有一晚 是吧 有一位姓胡的家庭 一家三口 想着等个独仔 就回家 一起做一餐冬至的晚餐 妈妈就准备了 一些丰盛的菜牙 冬大个年 有海鲜 斩鸡 有烧肉 有些鲍鱼 有些鲍鱼 炆了很多好味道的东西 准备了很多东西 就等儿子回来吃饭 准备好了 香噴噴 爸爸又准备了 偷吃 妈妈又说 不要等儿子回来先 先喝一口汤 等儿子都肚子 等儿子都肚子 等来等去都等不到 儿子应该带女朋友 一起去吃饭 女朋友又不见 做什么了 七点钟了 还未回来 难道塞车 叫他 又没有人听 打电话给他 又没有人应 找他女朋友 他女朋友都说 我都等着他来 接我一起来 到现在都未来 不见了他 不知道为什么 七点半 八点 到夜晚 九点几十点 都不见人 整个儿子 平时都没有交代 又不会不回家吃饭 又不会不回家过夜 总之有什么 都会打电话 跟妈妈说 就是这样 儿子突然石沉大海 不见了人 这位儿子是什么人呢 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 姓胡 叫做清河 胡清河 看他的相貌 他的照片 白白正正 健健康康 笑起上来 很阳光的一个男孩子 毕业了不久 他可能读书一般 做了一个中标的维修员 帮人整标 上个世纪 二十多年前 很多的年轻人都读不到书 不会说现在有什么苦学士 又有什么东西 硬要入学里面 要读进修 或者什么什么 很多时候 一早已经是投身社会 做学徒 做跟车 做师傅 帮手 很多男领的工作 这位儿子 选择了做中标的维修员 也找到一个女朋友 跟这个女朋友的感情都很要好 甚至没有大家有联名户口 各方面的东西 在一晚的冬至晚上 应该是回家吃饭的时候 这位胡青河忽然之间 人间蒸发 从此音讯全无 电话没有给爸爸 也不会打电话 给妈妈听他去了哪里 call他只是留言信箱 整个人不肯见了 当然了 爸爸妈妈很担心 但是 没有失踪一段时间 你报警警人 就说先等下 你没有回二十四小时 你也是等下这位儿子 会不会等下回来 或者去朋友家 会不会喝大了 别人在吃饭 等多一会儿先 这样的情况 如是者 一日两日 最终都没有回来 女朋友就心之不妙 因为不会那么不交代的男朋友 总是觉得有一些 乱了野 不长的一个预兆 有一日他醒了 突然觉得 我应该是不是去看看 他会不会按钱呢 他会不会在我们的户口里面 拿些钱 会不会去了别的地方呢 还是怎样呢 他只是去看看户口 也都查查他的信用卡 竟然发觉他的信用卡 被人透支了七万三千多元 他觉得很不尋常 聪明的他 就立刻觉得 事有QK了 会不会 他是被人挟持了 或者落入一些人的手上 空他 威逼他 要他说信用卡的密码 让他早点提款 提款 提钱出来 打破了卡 拿些现金 即时 就去报警 报警之后 警察就觉得 咦 可以入信 有案子 一个乖乖仔 这么孝顺的孝顺仔 没有回家 又石沉大海 不见了人 跟女朋友 这个户口的钱 又被人禁止了 自己的信用卡 又被人透支了七皮的东西 事有QK 立刻跟银行这边去联络 跟银行聊天 发觉 这个信用卡 最后被人捉钱的地方 就在一个油麻地 一个自动跪元机里 被人压了钱 与之同时 你也知道 一些自动跪元机 通常就会在一些卡兰塔 又或者一些APM 那些地方 很多时候都是室内的 有一些小路电视 翻查一些小路电视的记录 那些探员 立刻就跟银行里面说 你要看这个交易 是刚刚今年12月11日的 麻烦你翻查这些录影带 麻烦你看看大概是什么时期 这一个交易 就是晚上几点几点 就是有人按钱的 你要在那个时间里 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进入了这个ATM旁边 然后捉钱 你帮我留意一下 这样 当时银行里面的经理 就立刻发散了 员工就帮忙去做 即是关乎人命 关乎一个年轻人的下落 22岁的一个胡青涵 立刻翻查 果然见到一个年轻人 就在那个时间 12月11日 1999年的12月11日 就在一个油麻地的ATM机器里面 捉钱 在一个影像里面 见到一个中等身材 受伤 20岁出头的一个年轻人的一个容貌 看得很清楚 他的样貌是怎样 他的身形是怎样 打扮会是怎样 立刻就乱乱 就在一个整体的街道里面 就下去 帮忙找一些不同的商店 看看会不会 有一些在街口里面 那些的小路电视 录下了一个可疑的男人的一个图片 就去着室 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人的大概的行踪 在附近的街角 会不会经过一个地铁 又或者去哪里 就放出一个路线 好了 警察就根据这样的情况 就走到这个屯门 就能处理到这个 出来去压钱这个人的下落 也发觉这个人 也是经过油麻地某一些地方 所以警察就立刻就乱乱 就在屯门 和他这个油麻地 曾经出没过的地方里面 找他曾经接触过一些的人 发散了一些线眼 捕他这个人会不会出现 也都看他和什么人接触过 黄天不负有心人 OK 警察的这个很悲心 翻查这些小路电视 看这些图片 运动路线图 去过那个地点 接触了什么的人 就在那个地方里面 分别在油麻地和屯门 就是捕获了三男二女 而这三男二女 就立刻抓他 回到一个警察 协助调查和文化 然后就发觉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原来失踪了的胡青河 这个22岁的中标的维修员 原来也是三男二女的朋友 和他们有这些来往 也都会秦出去 帮他们出席 甚至没有一个姓胡的人 也都当他们是一些朋友 即是有些聚会 有些交流 有些接触 这样的情况 好了 那警方呢 就是问他们 喂 究竟这个胡青河 去了哪里 现在去哪一个地方 你可不可以说 他的下落出来 就是问一问一问 他就不停去了 又去理由 就是后面 分别去 在不同的房间工作 去问他们的东西 他已说反而是没有理由 你说是我们做的 干ags壞了胡青河 这些邪化了 我握iegen相当切 谈自己 我们处理一下 有一个不见的人 就会死了 然后是被控制他 有些没有讲了 没有 seiner死 没有那些什么 hub 我就不知他说了什么 那些贸底的就立刻说 没有啊 我没有份打死他 我真的没有打死他 是呀 哪个他做的 不关我事的 我没有打死他 是呀 徽做的 不关我事 没有打死他 不关我事 分别就是 大家看港产片都知道 分开文化 是吧 有个空一下他 是你做的 有些原本是假设的 就讲到实雅实耻 谁知道你被他赔到做应一应的 有时就问一些人 你作估有些这样的事 很空悍的 但是这次遇到的 这几个年轻人 也不是说有什么 就是见惯大场面 严重的罪犯 就是凹了两毫 好多了就出来了 原来陷涉这宗案件里面 有三个不同的人 都是男人来的 三男二女 那两个女孩 原来就不牵涉在这宗案件里面 那这三个人是什么人呢 一个叫做陈文辉 二十三岁 如果我没记错 是了 另外一个叫做方耀良 另外一个叫做陈宅耀 两个都是刚刚十八十九岁的 就是这个年龄 根据警方的盘问之下 都不若而同就撮到一个故事出来 有人就诱骗了这个胡青河 去某一个地点里面 然后就进行一个 问他一些拿债 拿回一些钱 这个情况 因为伤害不好口 就是追于他这个金钱的情况之下 就由艾萨变了打斗 就跟着空构一个被制伏的人 就是要给一些他的户口里面的密码 然后去拿钱 甚至要套用他这个信用卡的密码 是更加多的钱 在反抗的情况之下 就有人重手了 整临死了 这个被绑架 或者是有骗 去一个地方里面追债的人 这位现在已经失踪了很久不见人的 这个胡青河 这个22岁的男孩 当警察再继续盘问的时候 最后就发现 案发的地点并不是屯门 也并不是一个油麻地 而是去到元朗的大麒嶺村 一条比较多一些村屋的地点 在里面进行绑架和勒索 对吧 最终搞出人命的这个命案 到最后 警察当然知道 弄死了人 究竟这条丝在哪里 都要问这些人 究竟这条丝放在哪里 这样的情况 可不可以讲到这个地点 让我们知道 找回这条丝出来 得到一个线索 就是你们去大麒嶺村 附近的一个闲人隧道 你看到一个蓝色的塑胶桶 那里就是我们汽屍的一个地方 好了 究竟情况是怎样呢 我交给小花 和大家 复述一下当时的一个警察 去到大麒嶺村的村屋 那条的闲人隧道 怎样找到这个厮守 稍后再回来 我们继续去强述一下 这个安静的来龙去门 23年前的12月 一个22岁的钟比员 突然人间蒸发 当众人以为只是一宗尋常的失踪案 但青年失踪多日来 银行户口竟然不断被人提取金钱 警方经深入调查掌握线索 在青年失踪后11天 采取行动 兵分多佬 合共拘捕5个男女 结果警方在被捕人口中得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青年不单止已经遇害 而且更早水泥封丝交通 弃置在元朗公路大麒嶺村 一条行人隧道旁的水渠 1999年12月22日 警方在元朗大麒嶺村 起了一个高4尺 直径2尺被灌满英雷的蓝身黑盖交通 交通里面是一个22岁的青年 胡青河的尸体 胡青河居于牛头角 家中独指 和女朋友在尖沙咀工作 任职收标员 当年12月11日上午 胡青河离开寓所 晚上开始失联缺席家庭犯局 家人于是报警 23日后 死者女朋友发现两人的户口 被提取7万3千港元 于是再次报案 警方经据银行提供的闭路电视录影带 监视目标人物 在12月22日采取行动 在油麻地和屯门拘捕三男两女 结果证实 胡青河已被杀害 藏尸大麒麟邨 警方派出大批重案组探员去大麒麟邨 果然在隧道旁边一个水渠发现一个高4尺 直径2尺的蓝色有盖交筒 而盖口更加锁上4个铁球 警员在村内一间村屋托走天拿水和白鹰泥等证物 也都是垃圾收集站检获相信属于胡青河的手标和银包 全部均有被焚烧过的痕迹 当日消防员协力下将交筒拖到路边 两个监政科的探员打开交筒 尝试挂开表面一层石石后 随即传出浓烈丝臭 而交筒其后被运往库山殿房又发医官检验 当时六个消防员带避多种重型开箱工具协助 包括油压鸽、老虎鉴等等 经过法医官仔细研究之后 担心重型工具会破坏证物 因此放弃使用 并将交筒连同尸体运回工作间作进一步监政 法医官最终只能以小型的鸽、铁和螺丝批等工具 首先将交筒割开 抬出由水泥包裹的身体 运用小工具将石屎铁开 将石屎续化在死者身上尸体移除 而出土后的尸体有多处伤痕 颈骨折断 因而有人想毁灭证据 尸体曾遭焚焦 导致尸体面目模糊 案件两年后审理 三个18至23岁的男子被控谋杀 升陈的23岁首被告虽然上田前 愿意承认一汉误杀罪 但控方拒绝接纳 当时的主审官法官应用 这个是一宗极之恶劣及离谱的杀人案 认为各个被告 除非一时冲动杀害死者 但是审判的结果却令坊间哗言 因为几个被告打脱了谋杀罪 只是判以误杀及非法处理尸体等罪名成立 而且法官甚至拒绝接纳死者母亲要求加刑的信件 死者父亲知这个儿子是独子 平日孝顺 没有不良嗜好 文判后则高呼 天离何在 现在我们回到直播室 将案件交给岳鱼 让他长进一下讲解案情 好 回到来听完小花这个罪述的案情 大家都感觉到无骨悚然 当时的法医和警员 连同消防的人逼得无奈 他将蓝色的交筒注满了石屎 连同死尸一起放在交筒里面 运回到这个殓房 当死者的家属知道 就出之找到他的儿子 同时之间 警察也在附近的垃圾房里面 找到一个属于死者的银包 属于死者的遗物 除了银包之外 还有一个手标 这个手标和这个银包 都被人用蓄意用火烧过 焦了和烂了 但始终外形未变得很大的走样 我亦都认出是属于死者的遗物 为什么会将这个 装满了石屎的胶筒 与尸体被置在行人隧道里面 原来当时他们想着 将这个有尸体有水泥的交筒 与一个垃圾池 但是在这个搬运的过程里面 被附近的村民见到 很惊慌之下 大家急于散水 将它放在行人隧道的旁边 走人了 拯救人家不知道 然后将它烧烂的属于死者的手标 和这个银包 放在垃圾站那里 警察作地沾式的搜索 最终找一些可疑的物品 也判断到属于死者的胡青鹅 好了 回到这个脸房 消防也拿了一些电锯 老虎鉴 戒烂了这个胶筒 看到一个石屎 你也知道了 整个石屎凳的情况 隐隐约约觉得石屎里面 就好像有人在里面 然后也闻到一些 腐烂的尸体的味道 在这个胶筒里面 隐隐约约传出来 然后消防员就用电锯 就开始割开这个石屎 逐步逐步割下来 不够胆就是大刀斧斧 因为大刀斧斧的时候 一会怕 根据线布的尸体 已经放在一个胶筒里面 融入胶筒里面 有些水泥在里面 如果你大刀斧斧 它会破坏尸体 就不行了 警察同时之间 也都在一个村屋里面的单位 找到一些天拿水 一些水泥 一些工具 各方面的东西 因为怀疑这个村屋 也是一个案发的现场 和处理尸体的现场 先说法医的程序 首先 逐区这些石屎割开来 割下多些 割下多些 开始就看到死尸在里面 但又不敢太大力去破坏 好来拿个锅 拿个锤 拿个锤 拿个电锯 那些锤 那些锤 逐一块 逐一块 就揭出来 揭一块多些 斩一块大些 隐约就看到尸体的形状 就开始出来 接着 尸体的腐臭味道 随着石屎裂开 看到尸体的身体 看到有些虫 又或者一些血水 开始流出来的时候 那种众人欲口的味道 离慢着整个碾防 开含冷气 秋风系统 都吹不去那些 腐臭的味道 很多的探员都受不了 老猜骨的 就拿些白花油 那些昆冬驱风油 就拿着纸巾 摄着鼻子 烟起轻的那些 闻两个东西 第一 案情实在太恐怖 第二 尸体 原来被人倒帽 倒在一个胶筒里面 注满了石屎 还要目睹法医官 和那些帮忙的工作人员 逐一处逐一处石屎 撮开它 一裂开就看到 好像手手脚脚 裂多些就看到 背脚 再裂多些就看到 脚脚脚 哇 但是一裂开的时候 有些血水 有些脚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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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功出世货 就像考古学家去一些考古的地方 慢慢逐格逐格去挖 拿掃掃 拿锤子铁 拿钉去撿开它 拿钳去撬 然后撕在一枫 撕在一枫 撕在一枫 最终看到手 看到手 一截开的时候 那块东西脚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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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避免地将死者的遗体破坏 有些臭味、血水、烂浴 大家可以想象到那个情况 多么大 最终法医官和警员 一起去帮忙做一件事 连消防帮忙 搞了大半天 最后搬了七箱的水泥 当时记者去采访 他说在那些水泥里 看到隐隐约有些湿水 一些血水 那些血水像什么呢 就像有一次我和总理去喝酒 他吃饭 总理就很好 心地想着请一些 但走了就喝一瓶红酒 谁知道那瓶红酒就放在床底里太久了 久了之后 就不是一个适当的 平常的温度储存 那一瓶红酒由一些很漂亮的虎帕色 就变了一些乳血色 似什么颜色呢 就像你吃鸡 蒸熟那只鸡的骨髓 有乳乳红红的红色 而久了之后 就有些绿绿的感觉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那些石头、石屎 全部沾满死者这些腐烂了的肌肉 皮肤、皮舌、血块 有时可以做它近头颅的位置 就连着头皮和头发 连着一块的石屎 就把它剥下来 在整体的 可以做一个尸体的过程里面 发觉这个尸体是反向的 即是说脚底是向上 头就是向下 手手脚就有些很奇怪的扭曲方法 你也看到到最后找到一个尸体 即是撕开所有不冷酮的石屎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它的颈骨是截断了 即是换句话说 它坐下来的时候 它的颈是从不可思议的角度扭曲了 究竟是因为死了 如果那时候弄断了它的颈 还是尸体打死它的时候弄断了它的颈 还是毫无泥石屎凝固的时候 硬要将它的颈 扭曲了在某一个位置后 拱了固定了某一个辨性 那就不得而知了 但可以稳定得到的是 死者的面部 曾经被一些猎火焚烧过 可以说是烧到面目全非 当时的尸体已经腐烂到不堪 也是膨胀了 也是因为开作那些石屎 石块离开它的身体 无可避免地也破烂了身体 换句话说可以说是片体伦伤 脱肉、肩骨头、头发 一些头发就脱了出来 那面也都烧到烂了 最令发医觉得呕心的 就是双手有一些很奇怪的扭曲 就变成形 而整体的尸体 一旦腐烂了之后 一旦僵硬了 就在一个不可能 有不思议的角度里面 就不是一个摊植的尸体 那尸体的特征 就是发觉它上额和下额 总共有六只牙一只不见了 而问回它家人 而死者再看牙医的记录 胡青河生前 也是上下额 缺少了六只牙齿 最终证实了 这个死者在1999年 10月11日开始 已经是不见了人的胡青河 死者的父母 就非常悲痛莫名 一心和我儿子一起去过聖诞节 死者的女友 也很希望在今年的聖诞节里面 和死者一起开心的开聖诞派对 不久了 等她回不来吃团年饭 晚上做冬的这一项饭 女朋友也没有办法跟她过聖诞节 人去留空 剩下她一些遗物和腐烂的身体 当然警察就要问这三个人 包括23岁的陈文辉 包括另外18岁和19岁的方耀良 和陈伟瑶 究竟前头到尾发生了什么样的事 好了 那两个的故事 有两个不同的版本 一个版本就是一个陈文辉 自小在一个不好的环境出生 家里很清贫 甚至无忌人离下 他的立心就要出人头地 亦都是因为在人家寄居 在人家住饱受白眼 被人看不起 甚至无忌人赶他出街 赶他出去不让他住 令到他急需要钱 很希望有一些钱财 可以让他和女朋友改善生活 那怎样会认识这个年轻人呢 可能在酒吧 或者朋友聚会里面 就认识了22岁的胡青河 这一位胡青河 可能是家里扮仙宠爱 家里不是等着他开饭 也有颇多钱财 还有这一件事 就是总理引以为教 就要小心一点 就发觉这个胡青河 怀疑他是有钱仔 怎样解释呢 他就看到他带了名标 靓标 这个情况 但他不愿意知道 这个年轻人 原来只不过是一个中标维修员 可能有些客户的标 就交个标给他弄 未来拿标之前 出来一些聚会 今天又见他带一只 Tutor 待会见他带一只 撮历史这样的情况 虽然撮历史那些标 我就不可能 未必是 因为整个人家 应该就拿回原厂去弄 或者有一些漂亮一点的标 星光景领等等 甚至有时跟他 就是喝喝吃吃 他就买单 甚至是 问他借钱 他都很疏爽 这样的情况 据称他们就立坏心墙 就希望打他的主意 诈借一些意 就说有些标 就想找他 就是挑这个鲁鲁鲁鲁 就给他看一下 这样的情况 出于善心 还有出于这个帮人 不如有诈 这个胡青河 就被他们诱骗了 就去了这个 大奇岭村的 这个围村的家里面 上去之后 原来 就不能立于好心 就问他拿钱 没有那么多钱的时候 就露出豺浪的真面目 不停要哭打哭杀 要凶咎他 又是怎样 你今天不给钱 我就找你 有什么酒不能脱 你今天不给钱 我就不需要指意 就走出去 直到最后 就发生了一些 嘔斗 也都 这个吴征河 就被人拿一个枕头袋 扣了头 然后再拿木棍敲打 谁不知重手 就打扣到头破月流 然后跟着 就怕闯磨之下 有人就用一些皮带 扣扣住死者的颈 就是当时的死者 还要是扣住这个枕头袋 什么都看不到 被人扣住手手脚 然后就被他剑山扣 扣了一个皮带 扣死 就是扣死他 那尸体里面也都发现 除了脖子断了之后 头破血流 就是被人打破了头骨 跟这个港版法不谋而合 好了 既然是这样 最后就拿了他那张信用卡 就去按钱 临死之前也逼他 把密码赶紧出来 赶紧了这个密码之后 就被他赶紧了七万多元 这是另一个版本 而另一个版本 就是在这个空案里面 被另外两个 方耀良和陈伟瑶 指证不关他事 落手的不是我 而是这个是陈文辉 因为二十三岁的陈文辉 应该是今次这个案件里面 落重手 打死了胡青河的一个主犯 另一个版本 就是说 那是这样的 那是你后来 叫他到我们的家里面 然后问他 兇募他的骗财 然后然后搞甩人命 根本这条的笨伙 就是欠我们的钱 是吧 跟我赌投 输勾去了 删了三万多元的这些波栏 是吧 我现在要问他拿回这些钱 OK 他一定要還給我 我就叫他來這個大麒麟村裏面交收給錢 來到沒有錢拿 我們當然要嚇一下他 希望他還給錢出來 制服了他 然後逼他拿這個密碼 到最後就是按完一次之後 我們想問他再按第二次 怎知他發爛了 拿木棍去打我 我避了 跟著他再拿棍打我 我搶了他的棍 撥他一下 怎知就撥死了他 我都沒有心的 我都不是有心去殺他的 然後跟著我們就 見他死了 把心一環 不如去掉 不計算再按錢 然後就想方法 如何處理屍體 故事就是這樣 當我們在屋裡打死了他之後 我們就跟著見他沒有氣 完全沒有心跳 踢他又沒有反應 撥到他兩棍又不會動 我們跟著把他的衣服全部脫掉 底褲都脫掉 尺條條地打大尺 一隻肥豬 一隻肥豬 就想死了 然後跟著我們把他頭上腳下 跟著就擺在一個膠桶裡面 再找一些 開了一些水泥 灌住了進去 蓋住了那個蓋 再找四條鐵窄 窄住那個封口 等他就不要管他 終於過了兩天之後 我們再回到他 就見他乾固了 我們就在13號那天 就把他搬到一個垃圾池裡 誰不知被人見到 我們就放在限人隧道旁邊 這樣 好了 我先休息一下 回一回氣 我播一播片給大家看看 看看當時的一個限人隧道 是怎麼會一回事 現在已經變了一條 叫時光隧道的物體 偉哥幫我親身去過現場 從回當時找到一個屍體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叫時光隧道的地方 是甚麼情況 當大家將來走過的時候 經過這條所謂的 元朗大祈嶺村的時光隧道 你就知道當時慘死了的 胡青元 他的屍體發佈在藍色的交通 放在隧道口的位置 稍後再回來 你當時便找到風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拿他的钱出来 但是在糾纏当中 先被人袭击 然后拿棍反击打死他 我觉得永远有很多人 将自己的个失推卸到人家的身上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现在已经是死无对症 死者已经走了 你也没有想办法在整体的过程中 重组一个案件出来 只要他三个人 一面倒说那个人是死者 是他真是打他 然后跟着我们还拖 这样的情况制服他 你真的没有办法 真相之后他们三个要指引得到 但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 一定100%,1000%是真的 就是这三条的弹散 面对一个曾经认识的一个朋友 现在丧失了这一个生命 残落地 一件一件的衣物脱了下来 脱下了底褲 脱下了一条线 干脱脱的一个人 然后对着这个人的时候 曾经是一个小时之前 再活生生的一个年轻人 然后被你们整死了 一个遗体死不命目 然后是无语问苍天 然后你们决定要把它毁去的容貌 然后将它在身形的扭曲 放在一个质里,再灌水泥 这个非法处理尸体,或者不人道的处理尸体 这一条罪就吃硬了 正如老所说,律政司 一定用这种非法处理尸体的罪就更硬了 但是究竟是控它谋杀 还是控它这个误杀呢? 当时涉嫌是主犯的 当时是23岁的陈文辉 死口说自己是误杀 老乞都不认这个老谋 他肯认误杀 希望律政署告他这个误杀 然后他立即承认这个案情 但是当时的法官不肯 因为他坚信这一宗案件里面 没有误杀的成份 他相信的版本就是他们有预谋 有系统 有骗胡青河去大旗岭村的地方 然后就要努力制服他 勒索他拿钱 然后跟着谋材害命 当审判时期 法官始终不肯和辩方律师 妥协 告他们误杀 仍然坚持去谋杀罪 在2001年7月13日开審的时期 当时的陪审团也是听完这个案情之后 去商议这个案情的定断 当时以5比2的比数 判陈文辉和其余同党非法处理的尸体 这个罪名是完全成立的 大比数通过 另外5比2的拍板 就说这个陈文辉 并没有谋杀到胡青河 因为找不到任何理由 杀人的动机 觉得陈文辉是有理由 就是误骗这个人去捋断他的命 我看完这个案情之后 我都觉得很奇怪 我想法官也很惊讶 擺冷到明 你到底有余谋 骗他去 你到底这么远的元朗 这个地方 说要骗他去看标 然后就有余谋 只要余论在同党 就凶勾他 制服他 甚至要拿他的命 你现在就说他 他只要欠波数 口同被拗 但是当时这个陪审员 经过很长的时间 始终觉得他误杀的机会会多 他就信了第二个版本 就是觉得他应该欠人的钱 拿钱还债的时候 口角 然后就有些肢体碰撞 搞出人命的 这样的情况 没有办法 法庭的陪审员的判决 法官只有依附陪审权的决定 当时判他以最重的刑罚 阮云浩的法官 阮云浩的法官判他 醜金十六年 误杀罪名成立 同时之间有非法处理尸体的罪名 也成立 那两个年轻的重返 方耀良和陈伟瑶 判判三年轻松一点 这个情况 换句话说 2001年判刑 1999年12月 那时已经捉到他们了 有点错了 换句话说 在2002年 就是沙士之前 方耀良和陈伟瑶 早已出勾了 23岁的陈文辉 即是施施然被人影响到他 在囚车里面的样貌 你看到他的样子 都是不良少年 凶神恶杀 阴延暴雷 拳骨很高 你看他的样子 都不是好人的样子 蹲了十几轮 换句话说 你当他坐足 坐足扣埋架 千禧连入去坐 你可以想到他 即是201几年 其实他已经出勾了 亦都在社会里面 就是逍遥法外 但是你可以说 我进了法庭 判决过 经过审讯 交了数 你坐足这么多 你叫我做的事 我做足了 抓了数 做什么够 是不是这样说 出勾了之后 据称这位的陈文辉 亦都隐姓埋名 甚至没有改了名 有些人就说 他仍然不知悔慨 在尖沙咀的地方 真的做了很多好事多围 后来就成家立室 有儿子有女儿 然后跟着 某香港的地区里面 经营一个食事 好了 到最后 亦都被人踢爆了 他在天水围里面 开了一间四川的店铺 跟着很多网友 猜不到 这间博有盛名的 四川的小食 餐厅 酒家 原来是经他的 托里律美的投资 他做老板 大家都猜不到 原来这个地方 曾经有人犯过 这么严重罪行的人 在他的立场 他真的找到了 但是当时死者的 胡青河的父母 托里律美的 托里律美的 就觉得 喂 弄错了 我儿子 被你那羊羊 没山山的人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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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窿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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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判错了,始终是吊里的老美 法官维持原判 而这个陈文辉出了肉之后,改头换性 也已经去了吊里的老美 香港某个地方开了这个餐厅 我原本不知道事件之后还有后续 《有线新闻》做过一个报导 发觉这位陈文辉 原来就是去天水围开了一间叫四川粮伴的餐厅 当时有很多网友一直都问他是否犯了法 问他是否杀了人 他的答复就是在我的立场而言 我已经找了数 我也觉得于心无愧 做了我应该要做的事 至于你帮不照顾,是不是我控制 你想怎样去说 我之前有没有杀过人 我犯了罪,离天大祸 把口都在你身上 我都阻挡不了你们的评论 这些留言、抹黑等各方面的东西 总之我问心无愧 就是这四个大箭 这样的答法 也令到很多网友都来想 他就去想 你真是找了数吗 人家死了个儿子 人家的家里没有找了一个毒子 现在两个老人家都不知道是否见不见在 他们说 他们说 那么多年 妈妈甚至是激动到爆血管进了医院 因为他觉得好,没有天理 被这些恐怖手逍遥法外 一句对不起都没有 妈妈进去,摸过十几粒 那你就要拆开了数 你有没有想过死者的家人 静下来要受那种的伤害 每逢过时过节 每到冬至 大家一起坐在桌子上 就看到了一对空筷 一个空碗、一个空椅 儿子最喜欢吃的东西 我最喜欢吃我煮的菜 他这一世人都无一满目再吃到 两个老人家 你望我,我望你 想起以前的开心事的时候 各个悲从中来的痛苦法 你就会明白 好了,说真的 人在做,天在看 因果业报的事情 我就不多评论 至于这位的陈先生 可能正在做某一个食店里的老板 他的良心能否过去 是否正如他所说 他觉得已经是找人带数 一笔勾销 已经是还精了他要做的事 良心再没有过去 有没有人想过 他一时的贪念 又或者一时的冲动 如果真是贪念的情况之下 你打人家的主意 甚至无拿人钱财之余 还拿人的性命 如果你真是去追债 是不是有很多东西 是不是不需要用到 这么无力 用这种错误的方法来追债呢 有没有想过后悔过做错的事 拿了一个朋友的性命 拿了人的儿子 拿了男朋友的命走呢 到最后一句道歉也没有 然后一句都吵你的老板 忏悔了我的事件也没有 究竟人生在世 你会否做回一些好事 而弥补你的过失呢 这一件事 我不需要问答案 也不需要他真口回答 因为真真正正 我相信一件事 就是人在做天在看 是否真的诚心去悔过 是否诚心去吵你的老板 觉得自己做错过 要做回一个好人 做回一个正当的人 做回一个似样的人 弥补他的过失 或者是帮死者 做一些好事 去负罪 或者是有些什么 希望可以死者的家属 求到原谅 有没有做呢 他自己 心里面最论清楚 但是就算你 心里面很清楚 都未必够 天上面的人很清楚 是吧 他也会知能到 你所做的事 竟然出于真心 枯显 还是求能其 或者是诚心去改过 总会有一个大审判 总会人在做 天在看 天一定会知道 报应也是报应不悟 今天不来 不是代表不来 是吧 正义 永远都会 可能会有时的时间 就会离辞了 但是他可以告诉大家 他必定会到来 是吧 而那个报应 可能不在你身上 可能也都会在你的 调理论美的下一代 或者是至亲的人 身上会发生 那很希望 这位陈先生 你难得 搞定了 服役缘不 法律上的责任 你弥清了 但是对这个死者的救险 这个死者家属的 这个的伤害 你是不是真真正正正 做到捉了呢 现在 你都在说 四十多岁人 为时又未想到晚 是吧 到最后 就是 你所做的事 还有没有机会再弥补呢 希望不要在最尾 最尾 没办法再有时间 去再做弥补的时候 你才决定要合悔 或者是要做一些修补 可能那时候 已经是为时已晚了 各位 好 今天就这么多 今天节目的结尾 韦哥就去过这一块地方 就是看一下 餐馆是哪一个地步 我们可以播一播 韦哥的这个finding 给大家分享 结束今天的香港奇案 这是你的 我 是 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